跟隨著禁思基社法師們的步伐 虔誠唱頌佛號 一個多月以來 花蓮地區的慈濟志工 在各個社區舉辦祈福活動 最後一場祈福會回到禁思堂 雖然因為颱風延期 虔誠祈願的信念始終不變 我們希望的不是因為災難而聚集 是因為祈福而聚集 因為颱風的因緣 所以說我們就把握今天的因緣 大家整個花蓮 所有的師兄師姐 大家一起祈福 天下無災 無災 感恩台灣的平安無災 也沒有忘記關懷天下苦難 志工發願要守護大地 疼惜眾生 我們地球面臨了很大的災難 所以我們更應該要 愛護這個地球 愛護這個大地 進而愛護眾生 一個人的行動 可以影響更多人 虔誠的信念 能上達諸佛菩薩廳 時時保持感恩祝福的心 日日都是吉祥平安 天下無災無難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 花蓮報導 小葉絕早或許聽起來很陌生 其實